台北市民是非常穩健 強悍 即便疫情我們都可以堅強固負 但是我們並不見莫名 所以請陳中部長很明確直接的表態 你到底認不認同賴清德副總統的說法 而不要怕得罪你之前的掌冠軍 要整個疫情開始就在武漢 這一開始我們會稱作武漢病毒 那至於未來到底確確實是怎麼樣 那還有來國際的一個調查 如果是中央指揮官對於疫情的來源應該非常的清楚 那他給副總統這樣的資訊 或者是說副總統自己誤會了 那副總統要對台北人說一些話吧 台北在疫情承擔我們是最大的受害人 賴清德他說台北市疫情的開始 那科文德說賴清德應該不出12小時會道歉 可是昨天賴清德他面對媒體的詢問的時候 他也沒有道歉他沒有回應 那你覺得他會道歉嗎 那你覺得他是該道歉嗎 民進黨對於台北市民的不公平對待 或者是羞辱台北市民也不是第一回 我想陳忠在擔任衛福部長的時候 說萬華是破口 給高雄的疫苗也比台北多 當時在劃疫情地圖的時候也把台北只有九粒 跟桃園一百一十七粒化成同一個原則 這就是羞辱台北 這就是獨厚桃園 就是富豪跟他同黨的鄭文燦 心裡只有政黨意義沒有人民利益 所以我要告訴陳忠部長 台北市民是非常穩健強悍 即便疫情我們都可以堅強助做 但是我們並不見望 所以請陳忠部長很明確直接的表態 你到底認不認同賴清德副總統的說法 而不要好怕得罪你之前的挑冠不勝 不過賴清德這個說法會覺得是變相的器材爆發 真的不需要有這麼多政治的算計 其實選舉過程就大家好好端出政策牛肉 就政策以及未來市政播放電局委訓討論 那我覺得今天過去所作所為 大家都應該來解釋 而應該明確的表達你對於這件事情 包括對於賴副總統 你這樣子起台北市疫情的開始 那陳忠你應該要明確的回應 你到底認不認同這樣的說法 陳忠進總成立那一片氣 指揮中心大部分人都有出席 那現在外界做了很多 這個指揮中心應該要解散 不然就像陳時忠的第二個技能走一樣 昨天我參加環南市場的聯誼參會 黃碧勝的法學官也在現場 現在看到他常常出席很多的活動 而且對選舉 常常有很多的評論跟看法 感覺他不是很像指揮官 而是像陳時忠的發言人 甚至把指揮中心 當成成功的第二領選手契 所傳出來說要棄藍綠寶山 實在真的不需要有這麼多的選舉算計 而且這也真的是低估台北市民的智慧 我們歷經這麼多次的選舉 台北市民都很清楚 他們需要選出的 是他們心目中理想的候選人 誰能夠最符合他們期待 有國際觀 沒有行政包袱 年輕有活力 突破法規的框架 真正帶領台北市大幅往前邁進 成為國際地流的大都會 那我相信我有能力也有信心 是市民朋友最好的選擇 要整個疫情開始就在武漢 這一開始我們會稱作武漢病毒 那至於未來到底確確是怎麼樣 那還有來國際的一個調查 副總裏面有人喊說要氣成保房 會不會覺得前天來投票 台北市地址的台北市 的台北市的台北市 我倒沒有聽過說氣成保房 這樣的事情 我還是說我們的目標 選舉目標還是以過半為努力的目標 各位去年好像也才一年前 大家還記得講到萬華市破口的時候 整個雨期的反應 三加十一會議紀錄到現在不知道 沒看見疫苗採購的失職 到現在還沒道歉 這兩件事情才是疫情的來源 我覺得這件事情 台北人沒有忘記 第二種我昨天講了 如果是中央指揮官對於疫情的來源 應該非常的清楚 那他給副總統這樣的資訊 或者是說副總統自己誤會了 那副總統要對台北人說一些話吧 怎麼會是變成台北人的問題 每一次講到這個我都沒有辦法接受 台北在疫情承擔我們是最大的受害者 因為我們是都會 我們所有的人都會到台北來 如果我們的副總統講話都是台北市開始 那我覺得陳時中部長 那就等他研究完再來當市長吧 在我外面想講說 指揮中心你覺得在北京 因為大家會覺得 但是他可能陳時中對會進行 我不從這個方向去看 我覺得指揮中心要不要存在 要看科學的數據 也就是到底現在的疫情怎麼樣 如果他已經可以開放邊境 然後疫情趨緩 然後也沒有什麼特別需要用特別條例 或者是說用特殊的 由指揮中心來統籌各部會的相關的作業 沒有這個需求的話 當然就可以解散 還是要回到科學 我不是用政治的角度去看 如果真的有需要 那就繼續執行 那看起來如果邊境又要開放 也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那其實就回到流感化 重症再通報就可以了 氣保氣保從我還沒參選之前一年就開始講 本來是藍的在講 現在是綠的在講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的 就是表示藍綠都很急嗎 大家只能不能夠把攻擊的東西拿出來看 就知道了 所以不用再攻擊了 就直接辯論吧 趕快來辯論